我们到青麦了 吃了晚上 一定要来吃的 马里奥民心猪角饭 这个民心一定要加上 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名人 都来吃过这个猪角饭 到了青麦 一个凤飞飞 一个马里奥 大家再来体验一下 而且他们两家都很好吃 那我还没吃过 所以说凤飞飞 我也会给大家去解锁一下 看一下两家的对比和区别 到底在哪里 这两家猪角饭 口水流传 先去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这家情况下 现在资格铃链中心 Il坏乾掌 慢点 看 按照转发 联络 複 guild 我联斜 从这家马里奥民心 四条饭地址还是按照惯例我会贴到最后面的 今天跟好几个朋友一起来吃 小姐也在 这里还有很多的 零星星拍照 我在看我在看哪一个是认识的 这是泰国明星啊 跟那个马里奥 不是 跟那个马里奥 跟泰国马里奥是没有关系的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们都不认识 来个中国的秘密 我看看 哎呦 还真没有认识的 没有 我都撒了一遍了 有观众朋友没认识的吗 可以帮我圈一下吗 看一下他的助家饭是怎么做的 他就所有的猪脚加肉 其他拆骨的 然后这里一切 然后放上他的配料跟做菜 那就是一份猪脚饭 这猪脚饭不一定就是 整个猪脚啊 他有猪脚跟肉 我们两桌 两桌人 然后再搭上香菜一切 就这些都拿过来一切一个蛋就好了 非常方便 我们刚才说我们两个外地人 这是一帮本地人 这个确切是这么进去的吗 是椰子 椰肉了 这个我们就这样搓进去了 这个就是新鲜椰子 边上还有一个叫椰奶布丁 没有 对他这家新鲜椰子嘛 边上还有一个叫椰奶布丁 这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尝看 外面的椰子肉直接拿勺子是可以挖着吃的 很沉的 椰子味道 甜的 它不像巴基亚的椰子 它有点咸咸的海水味 这个没有 大家可以尝一下这个椰蛋 这个我们猪脚饭上齐了 配上一个饮料 这个是这个是属于60株的还是80株的 这应该是大分的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属于80株大分的时候 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分的 对小分位决定的吧 80株16块钱 耶 它煮了一碗 刷得很酥了 它已经刷得很酥了 就属于那种 像刚才那种 牙齿不好的也OK 不会有这种渣什么样的 关键是 它这个肉汤那个拌饭 好吃 它这个肉汤 还有个酥皮 只能用肥而不腻这个词来带出去 我有段时间很搞瘾到吃锅 我就是镜头对着自己 我这个饭吃不下去 第一次做吃锅 好吃 好吃 这个排骨汤是免费的吗 还是单独买的 肯定买的 买的是单独买的是吧 这一分 我价格都不少 我常常也没说什么价格 这个火山排骨 这个火山排骨 不是很多 这个大小的肉汤 小的肉汤 我看到了 大小的肉汤 马里奥火山排骨 八十猪 好八十猪 这个火山排骨 但是这个应该是这个 但是如果八十猪的话 是算大分了 就是两块算大分了 那么小分子一块吗 我觉得这个青肠排骨 青肠排骨 火山排骨 很多辣椒 尝尝看 尝尝看 这个有没有辣味的吗 有辣味的肯定就是没有辣味 没有辣味 很尽当 很尽当 我在卖骨吃辣的吗 又是猪脚又是排骨 难怪你们拍这般难点死 就他属于夜市吗 他就是在旅行餐 就是旅行餐 就是旅行餐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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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那个蛋是流星蛋 就吃蛋 他们两家是有区别的 没有没有没有 他拍出来是流星蛋呀 我一边吃的时候好像也没什么流 没有啊 因为这个是全熟蛋嘛 这是全熟蛋 你坐在这里你坐在本地的你是觉得风飞飞在马里奥有什么区别 差不多吃不出来也没吃了 然后我觉得全泰国猪脚饭都是都是差不多的味道 没有 没有 还是有吃的 有些店的那种猪脚饭味道不够吃 他烧不进去 他已经说的味道烧不进去 我中心海楼下的那个 味道没那么多 没味道的不干的 但这些山姆就是我那时做视频的那家 他是他猪脚饭不是这样 他是有骨头的整个猪脚 就是老张帮我买他 对他不拆骨的 然后21的行站都是最难吃的 不是人吃的 这个就属于典型的泰国人算不清楚了 只要人一多 其实我数人头就行乘一二不就好了吗 但他算不清楚 这个拿个计算机已经 我没拍之前 他已经算了三分钟了 再大家说一下 在长康路山地的晚个月 早上9点营业到晚上2点 每个月11号至15号休息 大家不要走错了 你其实都是这个营业生意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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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